你前面两份工作的离职原因 都是公司有变动 不是你想离对吧 就比如说你做苹果的培训师这件事 假设说这个项目没有结束 让你做五年十年 你愿意吗 其实我一直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时我为什么会 会来再找工作 其实我也想突破自己 尝试挑战 你想突破自己 对 你能接受左手啃汉堡 右手啃工作吗 我觉得这样会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包括我之前 我也有在公司有过这样 淑女要变了 淑女要变了 就看你们给不给淑女机会 其实王吉云是一个矛盾 如果他很清楚知道 这是自己要的 那也许他还是能找 在一些企业里 找到合适他的工作 他如果作为一个客服主管 就是一份很稳定 并且需要持久 要有耐心的一份工作 也许是对的 我多问一句 你对体育有兴趣吗 我能让你进去 你会打篮球吗 太跳了 会你看篮球吗 你会打篮球吗 我 我 你会打排球吗 我只是会投篮 但他没打过篮球 你想让他培训篮球吗 就是我们有这个 科兽社区助理这个岗位 然后他也不需要 特别的那个知识 因为我们有人会告诉他 他只要按照我的模板 把内容做进就可以了 小叶 这么安静的女子 你让他去打篮球 他最适合的是 坐在一个绣花机面前 做十字绣 不是 不是老师 不是这样的 那你疯狂一下 我看看 来 来运动一下 运动一下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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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给他一点动感音乐 来 还早 还早 动感的音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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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点节奏性的 来 来 潮信 来 来 赶紧 来 音乐 起 再激烈一点 声音响起来 潮信 表情 再健一点 怎么样 你感觉他叫得起来吗 他有点勉强 对 对 对 就是他想突破 但是实际上 过去的惯性太大了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被点燃 被激发吗 在你的引导之下 如果一个合适的男人 他爱上的话会 不是你 我觉得我好像点燃不了他 你吓到他了 你知道吗 你刚才吓到他了 来 谢谢 谢谢 行吧 就是这么一个女生 我们也不要去改变人家 人家就适合那种 安安静静的工作 公司也需要这样的人 不是不需要 来 第二轮选择 去过来 还有一转灯 直接进入弹琴 不上带琴 特想知道你给什么岗位 我刚才说特别清楚 就是我们那个课程的设计 薪资 薪资我们的助理是5000 不是 人家要8000 你给5000 你弄灯干嘛 我支持他一下 所以你看人家是真淑女 你是穿着裙子的女流氓 人家要8000 你非得给5000 你还留下来 那我有晋升通道啊 那我可以给 我可以给吧 你可以灭我 好 来 这个薪资要弹吗 哇 你看 脸上马上情绪垮下来 淑女也是要挣钱的 这薪资要不要弹5000 嗯 可不可以再涨一点 涨2000 嗯 我可能给不了 那个 本身我们的岗位是这样 我回去还要跟我的 还被 还要被人士说 好 十秒钟坐着最后 随风奔跑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嗯 我选择谢谢再见 我整体是比较偏近的 如果说真的当我在工作当中 需要去有爆发力的时候 有张力 有激情 我会去根据情景去调整自己的 只有最后做选择的那一刻 她斩钉解体地说出来的时候 还能感觉到她的一丝刚性 姑娘 这个世界上没有稳定的工作 高情商的最重要的表现 是让对方始终觉得她在掌控谈话 然后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和目标 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 叫做幽默与沟通 因为这里面所使用的全是高情商的手法 让对方心甘情愿舒服的愿意跟你达成一致 你就准确的反映对方情感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很明白 他一步一步的就会给你敞开心扉 觉得你尊重他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呢 因为只要你张口说话 就一定能用得上这本书里的技巧 包括我此刻就在用这本书里的技巧在沟通 所以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